被女人道歉居然直接倒到了男人的浴室 手指触碰到男人冰冷肌肤的那一刻 男人立马警觉的一回头 就瞧见一位柔媚的像只狐狸精的女人 可她并不认识这只小狐狸精 于是当即气愤地将人甩出去 手上忙着遮挡身子的同时 大声咆哮着 吻出去 然而江青黎竟突然笑盈盈地贴上 轻抚着男人结实的胸膛 程总刚才不小心弄脏你的衣服 人家特地是来给你当面道歉赔罪来的 程总不悦地再次将人推开后 忙扯下一块浴巾为上 你确定有这样的赔罪的吗 在浴室里 江青黎立马摆出一副人间游怜的委屈啊 不管是无辜的眼神还是抬头的脚步 他可练习过成千上万次 亮澄宇定然忍受不了 好吧 既然男人不来那么就由他主动过去 忽然他猛地将男人窘困的壁冬到墙角 其实我们是大学校友哦 我可是对学长一见倾心 你就给我个机会 好不好吗 刻意脱长的尾音疗的男人顿时心痒啊 就在此时 一阵手机铃声瞬间打破了浴室里暧昧的气氛 程总立马惊醒 再次愤怒地推开这只勾人的狐狸精 走出浴室前还不忘恶狠狠地警告 自己滚出去 别让我说第二遍 然而江青黎为了这一刻可是费了不少的功夫 就拿刚刚的宴会来说 他假装无意地将一大杯红酒撒的男人一身 而他顺势摔倒在地 对不起我高跟鞋崴了脚 不如我帮您擦擦吧 此时此刻稍稍有点绅士风度的男人 都会第一时间上前将娇滴滴的美人扶起 可这成语偏偏不是绅士 男人烦躁地垂眸瞥了一眼被弄脏的高定西装和手表 就冷冷地丢下一句不用了 转身就准备去他的私人包房清洗下 随着男人无情地离开 江青黎瞬间脚也不疼 什么无辜委屈统统没有 有的就只有实在必得的B计划 紧接着他用好不容易搞到的房卡 捏手捏脚地偷摸进程总的包房 不出所料男人正在浴室洗澡 那么他就干脆来断浴室里的强制爱 不过是女人强制男人 都这样的对方居然还有心思 跑去接未婚妻夏真乔的电话 不过这电话来的也正是时候 若夏真乔亲耳听到未婚夫的背叛当场气死掉 就直接省下他不少报骨的力气 抱着这个想法 他立马贴到男人的身后 冲手机话筒交滴滴地大喊了一声 程总你怎么丢下人家吗 说完他抬头舌尖轻舔过男人敏感的耳机 瞬间一阵苏玛感袭上心头 程总顿时表情一致 下一秒猛地抓住女人不安分的手 直接将人按到床上 随着电话落到两人的身旁 而电话那头的夏真乔顿时挤了 阿宇出什么事了 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 避免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程总干脆单手死死按住狐狸精的嘴 朝手机回复说自己没事 没有什么女人是对方听错了 然而江青黎可不是外表上看上去那般柔弱听话 被捂着嘴又如何 他照样可以用舌尖诱惑男人的手指 男人这下是真的动怒了 就没见过这么不知羞的狐狸精 他匆匆挂断电话后才放心地松开了手 江青黎这才能大口大口地呼吸 就差那么一点点他就大愁为暴身先死 缓了缓气息 他继续坐腰地用指尖轻轻滑布结实的胸膛 我看程总好像不太好解释了 怎么办呢 忽然男人眸光一闪 一把抓住女人的手腕 似笑非笑地反问该怎么办 江青黎见机不可视大胆地攀上男人的脖梗 明目张胆地挖起仇人的大靠山 解决不了问题 干脆就解决掉有问题的人 不如换个女朋友 慌后的手掌顺着女人的大腿一路向上游走 突然男人玩味地勾唇一笑 直接连人带衣服粗暴地扔出房门 房门喷得一下暴力观赏 气得江青黎火大的抱拥抱 夏真瞧什么眼光 居然找了这么一个油盐不尽的狗男人坐靠山 既然舅舅不好勾搭 那么就勾搭舅舅最疼爱的外甥唐一扬 一个年轻爱玩的花花公子 他竟然闯进陌生男人的浴室 还将男人壁咚到墙角 玩起了浴室强制爱 然而被扔出房的一周后 他竟顶着外甥女友的身份 拉着男人躲在洗手间 玩起了禁忌之吻 怪谁呢 要怪只能怪成语这个做舅舅的油盐不尽 那么江青黎只能选择曲线诱惑 先从成语的外甥唐一扬下手 一个年轻爱玩的花花公子 仅仅用了短短的一周 江青黎就凭借着单纯白莲花的人设成功上位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他就要用万生女友的身份继续诱惑成语 包厢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他一眼就注意到和嘈杂四周格格不入的身影 从成总震惊的眼神和微微一颤的时候 他知道男人不仅看到了自己还认出来了 不错的开始 看来对自己印象还挺深刻的 紧接着他乖巧地跟着男友走上前打招呼 成先生好 话音刚落 唐一扬顿敢诧异小女友是怎么知道自家舅舅姓成的 面对这个问题江青黎一时间不知如何解释 其实他的内心是慌乱的 此时成总带着嘲讽异味的抢先替他解释道 想谈唐家的高知当然要先查清楚祖宗八倍 你说是不是啊 然而恋爱脑的唐一扬一听立马就不干了 连忙挺身而出维护自家小女友 小黎不是那样的人 肯定是我之前提起过的 这是连我自己都忘了 但是小黎却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彭一时间江青黎应挤出几滴委屈的泪水 怯生生地点头表示认同 小黎你别介意 我舅舅其实平时不是这样的 我没事 我先去个洗手间 他离花带雨的可怜样瞬间激起唐一扬强烈的 要不是女友阻止不及连女厕所都要跟着一块去 江青黎当然不会同意跟着 因为某人肯定会来 于是他慢条思理的在洗手间边补妆边等人 他算准了成总会来找他 可没想着男人竟然如此粗暴 直接将他的手反扣在身后 还将他按到了洗手池的台面上 听到成总严厉的警告道 劝你主动离开我外甥 否则我会让你好看 然而江青黎却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挣脱开男人的前置后 居然主动用裸露的后背在男人的胸前蹭了蹭 娇柔的反问是不是吃错 成总烦躁的将人一把举到冰凉的台面上 正准备继续威胁 可没想这个姿势却意外给了他的脚一个可乘之机 只见他不安分的脚顺着男人的小腿一路向上滑行 他用膝带按了按男人紧翘的臀部 趁对方微愣之际 他肆无顾忌的攀上男人的肩膀调侃道 原来学长不喜欢雨水 喜欢洗手间托 然而江青黎却笑容灿烂地提出交换条件 只要你做我男朋友 我保证立马离开你外甥 一个男友换一个男友如何 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和唐一阳的声音 小黎你在里面吗 成总顿时经的全身僵硬连大气都不敢喘 可门外的唐一阳一没有听到回应更紧了 喊女友的声音喊得更大声了 而江青黎忽然眸光一闪 扯着嗓子朝门外喊了一句 一阳我在这 刚喊出口竟然被男人凶巴巴地捂住嘴 硬是发不出一点点的声响 现在成总是欺虎难下 只能强忍着怒气低声让他先将外甥打走 江青黎点头同意了 然而就在男人松开手的一瞬间 他竟突然猛地一下拽过领带 巴唧一下吻上男人冰凉的宝唇 而成总的手竟不受控地抬起 很快又停在虚空中 用尽全力克制住欲念 片刻后 还是江青黎主动结束了这个吻 还像一只偷心成功的小猫一般 食髓之味地舔着唇瓣 成总顿时怒意更胜 正准备发火却被他奋力地推到门后 就在此时 生怕女友出事的唐一阳一脚踹开了洗手间的门 仅仅一门之隔 一边是刚被外甥女友强吻的舅舅 而另一边是担心女友的恋爱老外甥 门后的成总丢给女人一个赶说出去就死定的刀眼 江青黎忽然勾唇一笑 害羞地让唐一阳帮忙去买包卫生巾 说话的同时他用力地将门往后推 果真唐一阳被打发走了 可成总却因鼻子被门撞的老藤响叫 却又怕被听到不敢粗声 只能愤恨地咬紧了牙印生生忍着 这时夏真乔的茶党电话忽然打来 江青黎凑上去学着那些绿茶的口吻说道 有这样天天轰炸你的女友一定很累吧 如果我是你女友的话肯定不会这样做 我一定会比他更懂得真心 成总顿时被这种毫不掩饰的茶言茶语 气得太阳穴突突直跳 与其被这狐狸精没完没了地纠缠 不如约明晚八点一次性谈明白 江青黎一听立马爽快地答应后 心里得意得很 真真是电视剧里的绿茶手段好使得很 男人嘛又不是唐僧 这不就上钩了 他竟拉着男友的舅舅躲在洗手间撕毁 仅仅一门之隔 一边是刚被外甥女友强吻的舅舅 而另一边是担心女友的恋爱脑外甥 他游刃有余地游走在两个男人之间 在白莲花和狐狸精之间来回地切换 江青黎刚红着小脸和男友表示不用送 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这善解人意的小模样是唐一扬在众多前女友身上从来没见过 不过他作为男友人坚持帮忙去叫了辆车 然而男友一走 柔弱小白莲立马秒切成妩媚的小狐狸 用口形无声地提醒程总明晚见 程总顿时眼底阴沉 烦躁地挑了挑眉头 今天对江青黎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因此他不愿多做逗留 反正他目的也算达到了 他笑眯眯地和男友拜拜后 脸上的笑容瞬间连起 眼含泪光地催促司机快点开车 自己要赶去给姐姐过生日 漆黑的墓园幽静地只能听到滴滴答答的雨声 今天是姐姐江月城的生日 他一如既往地送上姐姐最爱的百合花 姐姐有着这世上最美好的灵魂 可结果呢 夏真乔不仅造姐姐的黄谣 还买通校方诬陷姐姐是杀人凶手 坠楼前明明是被夏真乔约上天台的 可警察应忌惮其未婚夫成语 竟连查都不查就用自杀匆匆结案 换谁能咽得下这口气 杀人凶手夏真乔 其未婚夫成语 他发誓一个都不会放过 忽然他愤恨的情绪被递到面前的臭豆腐打断 秦叔贺温柔地将手中的一份臭豆腐递了过去 而另一份则摆到了墓碑前 眼眶微微放红 嗓音忧沉地喃喃着 每年月城的生日你们两姐妹宁愿不吃蛋糕 也要排老长的队去买沉寂的臭豆腐 这话瞬间勾起江青梨记忆中最美好的回忆 泪水静不自觉地汹涌而出 混合着打在脸上的雨水落下 片刻后 他轻声向姐姐道了一声生日快乐 就打算先行离开 留秦叔贺陪姐姐说说话 转身之际忽然听到身后传来秦叔贺的声音 小黎趁现在还来得及 收手吧 我想如果月城还活着 他也希望你能像以前那样洒脱快乐地生活着 而不是为了那群人渣搭上你的一辈子 然而江青梨突然转头 语气异常坚定地回复说 如果我姐们活过来的话 我立马收手 否则我定要那群混蛋付出痛苦的代价 说吧 他则大不留心地离开 冒着冰冷的雨水正是踏上他的复仇之路 他诱惑仇人的男人居然诱惑得完疯了 从浴室中的强制爱 玩到洗手间的禁忌之吻 现在直接杀到男人的公司 他索性正儿八经地来断监控下的暧昧拉扯 是不是很刺激 没办法之前他都使劲浑身解数了 成宇这男人居然还这么狗 昨晚害得他傻傻地等了整整三个小时 原先他还以为狗男对恶女是一往情深 才会放任欺乎假虎为害死他姐姐 不过昨晚他无意中听到成总竟然对电话中的下针桥低吼 我既然答应给你成太太的位置就一定会给他 你不用再拿那件事来压我 看来狗男对恶女也没他想的那么稀罕 忽然他的思绪被一阵由远而近的脚步声瞬间打断 他下意识地扭头一看 幽狗男人终于舍得露面了 一如既往的帅气又高冷 高冷的他忍不住想要斗一斗 然而对方竟率先甩出一份文件袋 江青黎24岁 顶尖大学北京高材生 两年前突然转回江城考了一大的研究生 而且还只是两年制的寒寿 听到男人淡淡地道出他的背景资料 他不禁紧张地呼吸一致 暗暗猜测着男人不会已经查到了些什么吧 不急先稳住 于是他忽然微微歪着脑袋 勾了勾嘴角黑黑一笑 学长这是例行调查 还是说只对我一个人最特别 他身体微轻地同时轻浮上男人的肩膀 还朝其名单耳机的位置缓缓地吹了口气 程总的身体竟不受控的一僵硬 紧接着立马侧身甩胎 你当初明明有更好的选择 为何偏偏选择我的母校 而且连硕士学位都放弃了 男人话说到一半突然顿了顿 轻轻抚摸上他的秀发 用自信而又低沉的声音继续质问 所以你是两年前就打定主意搞我了 为了我手上的竞标项目 我说的对吗 而江青黎却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笑 他就喜欢这种迷之自恋的男人 因为越是自恋的男人 越是享受慈禁带来的满足感 他顺势绵软地靠近男人宽厚的怀疑 白皙的脖子在秀发间露出磨眉的诱舞 男人的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下 随即立马仓皇地抽离起身 恶狠狠地丢下一句 不管你背后的老板是谁 我出双倍的仇傲 总之你拿钱走人彻底消失 警告完男人则飞速离开 然而留在原地的江青黎眉眼间 竟洋溢着傲然和战意 程与明天见 不对应该是天天见才是 第二天 在众多女职员痴迷的眼神中 程总迈着自信的步伐 踏进了城政集团大牟 一大清早男人就收到 外甥唐一扬的讨好信息 说是给他买了杯咖啡 无视不登三宝店 看来这傻小子又闯过了 抬头的瞬间就望见 一道不可思议的身影 只见江青黎正穿着 礼宾部的套装站在电梯口 明明庄重的职业制服 竟被他穿出了一种娇俏的感觉 见他正正经经地打招 程总竟莫名地产生一种 很不习惯的烦恼 醋了醋眉后立马轻咳了一声 滴滴地吩咐去32楼 电梯门刚关上 程总就质问谁给他的胆子来这 而江青黎流利地解释 说成正是大集团 自己是来实习的 可程总压根是一个字都不行 这种烂借口 也就只够骗唐一扬那傻小子 这只小狐狸精 肯定是想偷走公司机密文件 然而狐狸精的爪子 一寸一寸地顺着男人的西装往上攀 两个人都挂在对方的身上 你就是我想偷走的机密哦 程总复杂的神色在眼瞳中一闪而示 劝你收敛点 这里有监控 小小的监控对江青黎来说算什么 他要的就是监控 忽然他再次猛地一拽男人的领带 猝不及防之下 程总被拽得重心不稳 于是连忙用双手支撑在女人的两侧 监控中瞬间出现了一副 引人遐想的画面 此时江青黎双眸如桃花般流转 我今天可是特地涂了玫瑰味的口红 你确定不想尝尝看吗 说完他牵引过男人的手指 男人的视线 静不自觉地停留在女人的唇半上 想抗拒 却忍不住又渴望 还鬼使神差地来回妈撒了起来 手指忽然被女人舌尖轻舔了一下 微微一颤 江青黎自然很快就捕捉到程总敏感的反应 还愉悦地笑出声 承认吧学长 你刚刚看到我的时候心里很开心 其实你的身体渴望我 程总顿时羞愤了 毫无说服力地反驳自己没有 可脸颊却很诚实地微微泛红 他竟然顶着外甥女友的身份 诱惑起男友的舅舅 他有什么坏心思呢 他不过想借着接近舅舅的机会 向其未婚妻报仇 明明江青黎都感觉到程总对他动了起 可这男人就是嘴硬地反驳说没有 甚至还不耐烦地下令让他滚蛋 江青黎顿时有些急了 这怎么能行呢 这个电梯小姐的实习工作 可是他拜托男友唐一样 好不容易通过王主管的关系才塞进来的 可没想程总居然连工作十年的王主管都当场开除了 看着王主管为了工作追在程总身后 嘴上还不停地哀求着再给他一次机会 然而程总却丝毫不为所动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安排人进公司了 你自己主动离职公司会给你补偿的 可江青黎对男人冷血铁腕的作风顿感冒乎 于是他立马跳出来表示自己愿意主动辞职承担所有的责任 希望不要牵连到其他的人 程总竟冷冷地丢下一句 你们两个人都被辞退了 说完就大步离开礼宾部的办公室内 几位同事听说后忙为上来替王主管打抱不平 明明是唐绍安排其小女友混进来的 凭什么要你离职 忽然有人想到他们同事钟子琴可是程总未婚妻的闺蜜 于是让其帮主管去找程总说说情 然而钟子琴可不想烫这滩浑水 不管是唐绍还是程总 他哪边都不想得罪也得罪不起 因此他气愤地将矛头对准了江青黎 这都要怪那只狐狸精 自己想攀高知才连累我们礼宾部的 果然同事一听立马点头附和 不知何时一个人影站到了两人的身后 这人正是江青黎 他还故意将两人用力地往两侧推了推 他则淡定地从中间走过 冷笑地自我介绍说 大家好我叫狐狸精 就是你们刚刚在骂的那只 钟子琴立马被他嚣张的态度气得发火 不顾主管的劝阻破口大骂道 你害得王主管丢了工作 居然还有脸到这里来 果真是没脸没皮的狐狸精 然而江青黎却淡淡地解释自己会掉到不用面试的房间 看来你没报劳唐少的金大腿啊 这公司到底还是程总说了算 识相的话就赶紧麻溜地滚蛋 逼而再地嘲讽将江青黎心底的惭愧感瞬间打散 他干脆也不装什么狐狸精什么白莲花 主动流露出他桀骜不驯的真性情 他毫不客气地回怼了回去 你说得对 我会努力当上总裁夫人 钟子琴顿时被气的话都差点说不利索了 你你你 你不要脸 程总的未婚妻可是我闺蜜 下市集团的千金下针桥 你算什么 淡定地看着对方像一只跳梁小丑一样骂骂咧咧 江青黎忽然玩味地勾唇一笑 心想闹吧最好闹到夏真桥面前去 不然总是自己一人在唱读角戏 实在是太无趣了 傍晚下班后 程总还正奇怪怎么有人会在这个点打扫男厕所 宝洁不正常都应该下班了才是 迎面就撞见穿着宝洁制服的江青黎 正一手扶着拖把一手拎着筒 江青黎看到男人立马笑容灿烂地打着招 可程总却震惊地有些愣住了 随即男人立马摆出教训手下的严肃态度 我让你走你听不懂是不是 再说你拿着名校的文凭就是为了来着刷马桶了吗 为了复仇他居然诱惑起仇人的未婚服 甚至不惜抛下硕士高材生的脸面 在男人的公司做起了保洁 谁想他只是正儿八经地洗个厕所 静机的男人差点抢了他 原来今晚下班时间后 程总竟然无意中撞见正在打扫男厕所的江青黎 他原以为江青黎只是为靠美色走捷径的拜金黎 然而当他无意中撇见对方脸上手上都有明显的擦伤 他不禁有些疑惑这女人真的只是为公司机密财赖在自己身边吗 可下一秒 江青黎忽然开口说道 学长若是忍不住可以去隔壁的女厕所 反正上一次我们 听到这话程总瞬间脸色一黑 他受够了这只狐狸精没完没了的诱惑 还时不时地提到那些大胆又尴尬的事 于是他烦躁地将人举到洗手台上 江青黎我告诉你 你这样用钱就可以打发的王物我见得多了 所以你适可而止吧 很抱歉 在他江青黎的字典里就没有适可而止四个字 他只知道有仇紧快报 于是他忽然勾上男人的脖梗 还用鼻尖蹭了蹭男人的脸颊 学长你是不是忍得很辛苦啊 让我来帮你解决下胜利需求吧 程总听到顿时愣着 清冷的双眸静不由地染上淡淡的情欲 同一时间 江青黎纤细的手指竟顺着男人的身体一路向下游走 可没想这次男人居然没有阻止 还不受控地咽了咽口水 眼看就要到达某个敏感部位 江青黎突然跳下洗手台 俯身高举起马桶刷 学长我立马帮你刷出一个小便池来 程总这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顿时恼怒的眼珠子都快瞪了 江青黎猛地将脸凑近 近距离欣赏着男人的怒容 心中窃喜骂自己是玩物是吧 被玩物戏耍的感觉如何 然而程总忽然恼怒地将人拽到最里面的隔间 随后狂暴地往马桶上一扔 捧着女人惊慌的小脸 为了扳回一局不惜恶言警告道 你真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吗 很快 江青黎吻了吻情绪后 立马扬起明媚的笑脸反问道 学长能让我见识一下你说的怎么样吗 说话的同时 他竟主动用腿蹭了蹭男人的大股 程总的手竟不自觉地从女人嫩滑的脸庞 沿着精致的锁骨向下 忽然听到唐一扬焦急的喊声 小脸你在吗 程总瞬间惊醒 慌忙整理了下衣服后朝外大步走去 正好撞见来寻女友的外甥 舅舅你看到小黎了吗 程总被问得心里阵阵发虚 眼神闪躲的不知如何回答 就在此时 隔间里突然传出重物落地的声音 唐一扬立马冲了进去 就看到女友正昏倒在最里面隔间的地板上 而地上正躺着一瓶被打翻的清洁剂 他瞬间脑袋一片空白 不知该做些什么 还是随后进来的程总立马摆过来 可能是清洁剂中毒了 于是赶忙吩咐外甥开窗通风 再打电话较量救护车 见唐一扬响也不想的跑去开窗 他瞬间无语 大外甥你倒是先将人拖出去再开窗啊 无奈他只能将人抱到外面 然而还没走几步 怀里的江青梨竟然调皮的睁开了眼 还背着男友给程总来了的感谢吻 接连被同一个女人耍了两次 程总顿时气得脑门疼 然而江青梨却呵呵一笑 手还不老实地从男人的后背一路向下游走 最后拍了拍男人紧实的臀部 你不怕我现在就把你扔下去 你舍不得的 况且还有唐一扬在呢 江青梨刚得意不过三秒 就被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疼得他在心里狂骂狗男人三百遍 而唐一扬听到声响后 连忙紧张地跑上前抱着女友心疼了好一会 此时江青梨已熟练地秒变柔弱小白花 道歉给程总添麻烦了 我一定会干好保洁员的工作的 只要能留在 话说到一半他忽然顿了顿 直到瞧见程总紧张地抿了抿唇 他才满意地勾了勾唇脚 继续往下说道 只要能留在唐一扬的身边 我做什么都愿意 程总闻言顿时眼神阴沉 冷冷地下令让其明天到秘书处报道 读出可怜的小白莲是他 大胆妩媚的狐狸精还是他 他一边扮演着外甥柔弱的小女友 一边诱惑起男友的舅舅 甚至被这男友主动献吻 不想自家大外甥被耍得团团转 程总顿时眼眸阴沉地宣布 让江青梨到秘书处工作 这样方便随时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谁想到头来 竟然让这只狐狸精更加的肆无忌惮 就在刚刚一回到办公室 程总立马沉声吩咐陈助理 以后务必密切盯着江青梨的一举一动 交代好后 他无意中贴见桌上的护手霜 据说那是国外效果很好的最新产品 愁出了片刻后 他犹犹豫豫地让陈助理顺带将护手霜转交给他 并让其好好收一收身上消毒水的味道 他虽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陈助理立马猜到说的是江青梨 在同事们的议论声中 江青梨抱着一箱私人用品出现在秘书版 而那只护手霜特地被他放在最显眼的面上 说她是妖艳的拜金女又如何 这些无聊的女人她不屑于动手 她今天要对付的人是夏真桥的闺蜜钟子晴 一个凶小又无脑的女人 果然钟子晴趾高气扬地将她拦住 还质问她的护手霜哪里来的 江青梨顾显出心虚的模样 支支吾吾地回复说是自己买的 而钟子晴一听则得意极了 音量不由地提高了几分 这可是上周才在北美市场刚推出的新品 程总的未婚妻恰好送给了我一盒 我可不记得有分给你一支 难不成这是你从我这里偷走了吗 钟子晴自认抓住江青梨的把柄 态度愈发地嚣张 引得周围的同事纷纷侧目 江青梨立马改口解释自己没有偷东西 这是朋友送的 可钟子晴却不管不听一口咬定她就是个小偷 甚至当场将她手中的纸箱狠狠地甩到地上 美其明约要检查还有没有脏物 江青梨立马惊呼一声紧接着飞扑到地上 只顾拾起一张大红色的宣传单 伤心欲绝的样子好似丢失了什么宝贝 钟子晴立马觉察到这怪异的反应 出于好奇她飞速抢过宣传单一看 她顿时愣住了 那是程总在大校友会发言的宣传照 她瞬间气愤地暴跳如雷 她这只狐狸精攀上唐绍还不知足 居然还想勾搭程总 众人顿时哗然一片 没想到小姑娘年纪轻轻居然会做这种事 就是就是实在太不要脸了 在同事们的指责声中 江青梨就像委屈巴巴的小可怜 双眼含泪 还紧紧地抱着宣传照 她在等 等某人的出现 终于办公室的喧闹声成功引来了程总 钟子晴赶忙急不可耐地抢先告状 她偷了下姐从国外送给我的护手霜 人赃据货够报警抓人了 就是现在 江青梨眼眶中委屈的泪水瞬间汹涌而出 怯生生地为自己澄清 我真的没有偷 是钟子晴迎来抢我很重要的东西 说完垂眸凝视着怀中的宣传照 同一时间程总的视线不自觉地移到照片上 待看清照片上的人居然是自己时 男人顿时瞳孔一阵 随后则冷冷地开口 那只护手霜是我让陈助理转送给他的 你为了一只护手霜 查都没查清楚就在办公室胡闹 自己去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 男人冷眼一扫 钟子晴心底瞬间泛起一丝恐惧 求情的话硬生生地憋回到肚子里 处理完闹是人之一 程总刚准备宣布对江庆黎的处理决定 然而无意中扫到他刚刚蹭出血的手势 男人竟然脑子嗡的一下空白 甚至还不受控地后退了几步 幸好陈助理立马猜测到原因 赶忙将人扶住 还贴心地提醒现在是电话会议的时间 程总这才不失体面地匆匆离开 留陈助理善后 刚回到办公室的程总还没从晕血中缓过劲 就接到未婚妻夏真乔欣是问罪的电话 他本就对这个女人极不耐烦 现在更是懒得搭理 于是静止挂断了电话 他抬眸的瞬间 无意中瞥见门外居然有人在偷听 想也不用想全公司这么大胆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江庆黎 而门外的江庆黎察觉到自己被发现了 干脆大大方方地推门而入 很明显他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 还喷上玫瑰味的香水 然而程总却只是愣愣地注视着他那只受伤的手 察觉到男人的视线 江庆黎立马连蹦带跳地凑近 还笑呵呵地表示自己的手已经没事了 绝对不会耽误自己端茶倒水 忽然他单膝蹭了蹭男人的大腿 一下就跳进齐的怀里 娇柔地挑逗道 要不要试试我的特殊技能呢 他竟然大胆地闯进男友舅舅的办公室 还明目张胆地挑逗了起来 一脸柔情地窝在舅舅的怀里 要不要试试我的特殊技能呢 然而程总却脸色一沉 冷冷地质问钟子晴的护手霜是不是你拿的 江青黎表情顿时一致 随即立马露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无辜状 其他男人早就被迷晕了头 但是程总却丝毫不为所动 打开洗手间门口的监控录像 只见监控中早上钟子晴拿着一瓶护手霜进了洗手间 25秒后穿着保洁服的江青黎恰好从洗手间出来 紧过了短短的5秒钟子晴就找不到护手霜了 待播放完监控录像 程总继续追问赖在自己身上的狐狸精 前后中间都没有其他人进出过洗手间 你还敢说这是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 学长若是不幸的话 可以亲自来搜我的身啊 说把他自信满满的倚靠在办公桌旁 还摆出一个能更好凸显身材的姿势 而程总沉思了片刻后 立马反应过来自己被利用了 这女人居然利用自己除掉钟子晴 忽然他猛的起身步步逼近 你早就知道钟子晴是下真桥的人 所以你费尽心思演了这么一出戏 你到底涂什么 见江青黎默不吭声 他突然抬起女人的下额 双眸续满浓浓的寒意 强势的威胁道 再不说实话 我就摘了你的下巴 让你的脸蛋变得比丝瓜还要长 其实程宇的反应江青黎一点都不意外 他早就听闻这人精明强势的 无权无视的他 竟然敢借对方来向其未婚妻复仇 自然是提前做好了万全的布局 这一局他江青黎稳赢 此时他就像一只被惊吓的小兔兔 面上柔弱的哀求 实则用语言继续诱火 学长轻一点点 你不心疼吗 人家好痛啊 就在此时 陈助理突然敲门而入 一下就撞见了这不可描述的画面 哇靠 这是自己一个小助理可以免费观看的吗 助理脸红的撒鸭子往外撤 程总立马焦急的大喊回来 唯独江青黎一人偷着笑 将助理喊回来后 程总战术性的倾咳了两声来 也是尴尬 刚刚 刚刚其实我是在问护手霜的事情 秉承着老板的私事少问的原则 助理强忍下蠢蠢欲动的八卦之心 转而正儿八经的禀告说 刚刚保洁员在洗手台底部缝隙处 找到了一瓶护手霜 从外包装看应该是钟子晴的 程总听后脑海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难道这也是江青黎算计好了吗 于是在助理离开后 他试探性的询问这件事到底是不是 话都还没有问完 突然江青黎挖的一下 拍着桌子大哭了起来 我这么喜欢你 你怎么能 怎么能随口污蔑人家 程总哪里见过这阵仗 顿时被惊得傻了眼 谁敢相信一个大胆到敢闯陌生男人遇事 主动献吻男友舅舅的小狐狸精 居然 居然会突然像个孩子一样 不顾形象的嚎头大哭 程总顿时被整的怀疑人生 这这这 刚刚自己有说了什么过分的话吗 好像并没有 之前钟子晴诬陷江青黎偷护手霜 自己不仅帮忙澄清 还将钟子晴开除了 现在只是觉得整件事有些奇怪 就随口问上一句 其他什么话都没说 怎么 怎么就哭上了呢 程总的第一反应就是先捂住女人的嘴 同时凶巴巴的警告道 闭嘴 你想把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引过来吗 垂眸见江青黎双眼含泪的点点口 宛如受了天大委屈似的 他不禁低下1.5克大冷汗 生平第一次怀疑起自己的强势手腕是否正确 随着他的心底涌起莫名的愧疚感 他立马挪开捂着嘴的手 然而江青黎却勾唇一笑 突然猛地拽着男人的衬衫正准备吻上去 可程总已经对他的突然息吻产生了条件反射 脑子都还没反应过来 手却已经飞速挡住 但江青黎可不管这些 干脆重重地吻了一下男人的掌心 美其名曰补偿 程总瞬间表情一致 自己就该知道他就是一只小狐狸精 刚刚还会什么就 男人刚准备再说些什么 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江青黎很是自来熟地主动将手机递到男人面前 用一副乖顺的小模样强行打断了对方的训话 程总瞥了一眼来电的是母亲 就深吸了一口气后 没好气地交代江青黎明天跟自己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 具体细节找陈助理对接 随后就匆匆让其出去 带人走后他才接起母亲的电话 一接通就传来一通噼里啪啦的臭骂 阿宇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跟真桥吵架了 你要我和你爸怎么面对下家 你又怎么面对 不用听他已经知道母亲后面会说什么了 他的眼眸瞬间暗淡无光 自己明明厌恶下真桥 却还是因为当年的那件事与其定了婚 甚至任由对方在自己的公司安插眼线 怎想一次次的妥协让步换来的却是对方的步步紧递 他气愤地攥紧了拳头 不耐烦地强行结束通话 忽然他垂眸愣愣地注视着自己的手 只见宽厚的手掌中赫然显示着一个女人的口红印 他不自觉地勾唇一笑 这只小狐狸精满嘴的谎话 唯独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他的唇很软很甜 还带着淡淡的玫瑰花香味 第二天某酒店包厢 程总单独带着江青梨接见欧洲顶级人工智能的专家 杰森博士以及他的小女儿杰西卡 而他的任务就是在谈合作过程中照顾好杰西卡 当当当当 江青梨连忙笑眯眯地亮出提前准备好的小礼物 程总你就放心吧 我最会哄小孩子开心的 你就专心负责搞定博士 而我就负责搞定他女儿 程总文言立马投去一个赞赏的眼神 没一会儿 满脸落三胡的博士推门而入 还带着一位穿着改良汉服的萌萌小可爱 程总连忙起身热情地迎上前 用中文和博士寒暄了几句 而杰西卡则愣愣地望着笑盈盈的漂亮姐姐 片刻后 杰西卡终于克服陌生的恐惧感跑上前 还兴奋地拉着江青梨的手 用英语夸他好漂亮 却遭到博士的制止说这样太失礼了 应该用中国的礼仪打招呼才是 杰西卡乖巧地呕了一声后 则笑眯眯地朝两人做了个四模四样的拱手礼 还脆声声地用英语自我介绍说 你们好 我叫杰西卡 虽有小意外可最让程总感到惊讶的是 小狐狸精居然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只见江青梨蹲下身子朝呆萌的小可爱 温柔地用英语回复道 礼上往来 我也用你们的礼仪和你打个招呼好吗 说吧 他缓缓地抬起杰西卡的小手 行了一个标准的吻手礼 他使劲浑身解数接近仇人的未婚夫 不管是洗手间禁忌之吻 还是办公室挑逗 男人却像一名修行的苦行僧一样极力拒绝 他还以为会有多难搞呢 谁想一个小孩子玩的水晶音乐盒 就能吓得男人直接倒进他的怀里 原来只是外墙中干的软脚虾 害得他为了博取男人的好感 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打破了他无脑狐狸精的人设 今天江青梨首次在程总面前展示出他一口流利的音乐 还热情地邀请博士的小女儿一起去酒店大堂参观东方文化的展品 这样程总就能专心地和博士堂合作 而杰西卡在爸爸的影响下 一直对神秘的东方文化非常感兴趣 现在一听有展品可以看 小可爱立马兴奋地吵着现在就去 江青梨征得杰森博士的同意后 则一手拎着礼物带一手牵着杰西卡离开包厢 而程总和杰森博士正在商谈智能合作的时候 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谈鼓针 琴声轻烈情思悠悦 杰森博士的注意力瞬间被深深地吸引住 程总见状干脆提一一起出去看看 于是两人寻声走到酒店大厅的一角 远远就望见江青梨正端坐在一架鼓针前 随着纤细的手指熟练地在琴弦上上下翻飞 轻烈的琴声如一弯轻拳缓缓地流淌而出 沉浸在旋律中的江青梨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少了平日的妩媚却多了些宁静和优雅 一曲结束 杰森博士忍不住拍手称赞的同时 程总却震惊地呆愣住 没想到一个只会勾人的狐狸精居然会躺起针 而杰西卡一看到父亲 立马举着礼物蹦蹦跳跳地上前炫耀 这是漂亮姐姐送我的漂亮音乐盒 好看吗 只要女儿喜欢父亲肯定高兴 此时江青梨微笑的上前解释说 博士去年荣获专利创意的是智能乐器 程总非常看好这一块的前景 因此今天特地选择了这一支音乐盒 说完他还不忘丢给程总一个得意的小眼神 怎么样 给足你面子了吧 虽然程总有些看不惯他嚣张的模样 可没傻到当面戳破 反而用清和的语气询问杰西卡是否喜欢这个礼物 杰西卡连忙将音乐盒举得高高的 乃声乃气的回复说很喜欢 程总瞬间有些恍了神 而偏偏就在此时 杰西卡打开了音乐盒的开关 水晶玻璃罩瞬间响起了悠扬的旋律 罩内还飘起了雪花 一瞬间程总竟然奋力瞪大了眼 身体因为极度的恐惧而站立不停 突然脑袋翁的一下发黑 整个人居然不受控的摇晃了起来 江青梨察觉到情况不对 立马焦急的小跑上前将人扶住 但很快程总还是陷入了昏迷 凝凝呼呼中他似乎又回到了那片雪地 还有雪地上用鲜血血的SOS 那种绝望惊恐无助的感觉 突然他猛的惊醒 发现自己的衬衫居然大啦啦的敞开 同一时间守在一旁的江青梨觉察到动静 盲凑上前眨巴着真诚的双眸关心道 刚刚医生说你是因心计过度导致突然晕卷的 体温还一直升高 多亏我一直用冷水帮你擦拭上半身来降温呢 说话的同时不安分的手指游走在男人监视的腹肌上 程总连忙慌忙的推开女人的手 我知道了 剩下的我自己来就好了 你可以先回去了 然而江青梨却偏偏不听话 反而猛的一下将人按回到了床上 还俯身将男人压在身下 医生说你必须卧床休息才行 程助理特地留我下来照顾你的 程总文言羞愤的攥紧了拳头 很好 程里 未来十年的奖金都别想要了 听到杰森博士同意合作的消息 男人微微一愣 猜想难不成是他一个人谈成的吗 趁男人思绪紊乱至极 江青梨再次抚摸上男人结实的胸膛 突然他用鼻尖轻轻触碰了下对方的鼻尖 空气瞬间就像被加热到了天花板 程总要不然奖励下我吧 让我帮你把剩下的地方擦完 说完他的手顺着男人紧绷灼烫的肌肉线条 一路向下游走 此时男人目光深沉闪亮 却熏染了浓重的情欲 他竟然主动跑去诱惑仇人的未婚妇 第一次失败 第二次又失败 第三次又又失败 这次他决定干脆直接来点猛料 顺着男人紧绷灼烫的肌肉线条 一路向下游走 此时男人目光深沉闪亮 却熏染了浓重的情欲 就在他的手即将滑入的时候 程总突然一个机灵 猛地按住他的手 还立声告诫他老实点 然而江青离却丝毫不出 反而笑得更加明媚 见女人动作熟练 程总立马想到 他肯定不是投一回做这种出格的事 一想到他之前的那些男人 此时男人的胸中 瞬间涌起一股无名的怒骨 咬牙切齿地质问道 在我之前你还用这招搞垮过几家公司 可江青离又不是真的傻白甜 与其说谎被拆穿 一个导购员怎么可能会有能力 独自拿下专利合同 话音刚落 一滴冰凉的泪水趴大一下 滴落在男人的手上 程总顿时一正 抬眸只见江青离白皙的脸颊上 挂满一串串的泪珠 还一股脑噼里啪啦的大声哭诉道 原来在你的心里 我就是一位靠身体上位的女人 你知道为了这次会面 我没日没夜地被客户资料 还费尽心思地挑选礼物讨客户欢心 刚刚为了照顾你 我连衣服都没换 路上还被冻得半死 他越说越激动 眼泪也越流越凶 程总顿时慌得愣愣的 心慌意乱之下 不知道说些什么 正准备道个歉让气不要再哭了 但江青离竟然率先边哭边往外跑 完全不给对方道歉的机会 因为人只有愧疚 才会实事挂念着 随着一道重重的关门声 程总顿时无措的 像做错事的小孩一样 心里七上八下的 满脑子都是那哭得 梨花带雨的小狐狸精 愁出了片刻 他烦躁的低声 咒骂了一声麻烦后 连忙拎起床边的西装外套 大不留心地追了上去 他一路追到大楼门口时 竟然远远地望见一名男人 正帮江青离披上外套 还摸了摸女人的脑袋瓜 眼神温柔举止轻力 就像一对轻力的情侣 随后江青离居然还随男人上了车离开 程总顿时脸色一沉 细愤地攥紧了手中的外套 看来自己一直都小看了 这只狐狸精勾引男人的手段 他当即很是不爽地拨打了陈助理的电话 曾富其尽快帮忙查一个人的详细资料 某高级酒吧包厢内 程总一杯接着一杯不停喝着闷酒 好友见状忍不住调侃 是不是跟夏真乔吵架了呀 女人嘛哄一哄就好了 可他的心情却更加烦闷 心想若是夏真乔自己才懒得理 一杯结束 他直接重重地将酒杯砸到桌上 就在此时 他抬眸突然瞥见唐一扬正意气风发的推门而入 有些奇怪还在出差的人怎么提前回来了 我工作上的事情都已经搞定了 就就改签提前回来 唐一扬回答的有些不好意思 明白人一想就知道这恋爱脑十之八九是为了女朋友 众人纷纷起哄让其把那青春妹子叫出来 好让哥们挤得好好瞧瞧 而唐一扬干脆大手一挥得意地宣布 今天太晚了 明天明天下午我做东如何 话才刚说完 程总忍不住意味深长地瞪了一眼傻外甥 阴阳怪调地调侃道 是晚了 这会人家身边说不定不缺人呢 竟然被男友的舅舅突然一把按住 还被扑倒进车里准备玩低势摇摆 靠 这什么情况 之前他主动诱惑男人都失败 现在他什么都不做 男人反而主动跑到他的碗 不对 他的身上来了 这也正好验证了刚刚程总自己说的那句 这么晚了 说不定将清离身边不缺男人照顾 话音刚落 包厢内的气氛顿时一致 而唐一扬瞬间被这阴阳怪调的讥讽器的火冒三照 恋爱脑可不允许任何人说女友的坏话 然而程总却只是烦躁地醋了醋美 半点道歉毁过的意思都没有 为了一个女人舅舅跟外甥大眼瞪小眼之时 还是好友立马跳出来插颗打混的缓解气氛 唐少消消气消消气 你舅舅他喝多了 然而唐一扬堵在胸口的气还没消下去 程总竟然起身走到对方跟前 还居高临下的冷声告诫道 那个女人不简单 小心亡火自焚 听听这话 这简直是怕外甥被气得不够饱 还继续火上浇油 唐一扬这下彻底坐不住了 冲着程总离开的背影大肆嚷嚷着 小黎不是这样的人 我现在就让他过来证明给你看 而离开包厢的程总心情却是郁佳的烦躁 干脆就坐在一楼的清巴继续喝闷酒 他端起酒杯的动作突然一顿 随即视线不自觉地移到桌上打开的手机屏幕上 只见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着一个男人的资料 是今晚来接江青黎的那个男人秦叔贺 一位儒雅成熟的未婚单身大学教授 他立马联想到唐一扬一位年轻有钱的花花公子 加上自己一位成熟的老男人 江青黎这只狐狸精居然同时吊着三个不同类型的男人 难不成他当自己是在玩机油吗 一想到这他瞬间涌起一阵怒 突然发狠了誓地将手中的酒杯砸到台面 此时他耳边忽然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 帅哥一个人吗 他顿时微愣了0.01秒后 立马扭头一看 只见一位金发美女正笑盈盈的凑上前 论脸但身材丝毫不比江青黎逊色 但是在男人危愣之际 金发女则偷偷在男人的酒杯中丢入一颗药丸 此时程总的心情已经烦躁到了极点 丝毫没注意到这个小动作 只是黑着一张脸让气滚蛋 金发女从没见过这么不识趣的男人 真怀疑这男人是不是弯的 于是气呼呼地转身离开 可没过多久 程总一杯酒下毒后 身体竟然想被点燃了似的燥热 渐渐地就连视线也变得模糊了起来 他立马反应过来刚才那女人居然给自己下药 该死 若真是这样的话 他的同伙一定埋伏在附近准备堵自己 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 程总把心意横直接砸碎了酒杯 借着碎片割破手掌的疼痛 他勉强保持着最后一丝理智 晃晃悠悠地大步离开 就在这时候江青黎恰好从低视车上下来 他还在那么多这么晚了 唐一扬干嘛还叫自己来酒吧 然而他抬眼的一瞬间顿时一愣 只见程总正晃晃悠悠地从酒吧走出 脸颊还犯着很不正常的潮红 而且男人的手掌正在流血 江青黎见状心想这大男人不会又要孕血了吧 他愣愣地处在车旁 还在考虑自己是视而不见的擦肩而过 还是要笑笑地上前继续热脸贴冷脸 可没想突然程总一个箭步冲上前将他壁咚到车门 一股从女人身上散发出的甜美心香 瞬间直窜入鼻尖 男人逐渐放松了紧动的自己 决定追逐欲望的本能 于是他顺势将人扑倒进车后座 不要说江青黎被吓了一跳 就连见惯奇怪场面的司机大哥顿时被惊掉了下巴 忽然程总大手一挥 扔过去一打钞票 喘着粗气下令骑下车 虽然江青黎是想诱惑成语 可真到这时候毫无经验的他顿时又惊又怕 同一时间脑子飞速运转了一遍 结果就是 无语 那些狗血距离压根没有这段低势摇摆啊 竟然胆大妄为的威胁男友的舅舅负责 哦不行是吧 没关系 他还可以摇来男朋友看看 他是怎么被一本正经的舅舅缠着玩低势摇摆的 虽然程总被人吓要是事实 可他是被扑倒进低势也是事实 忽然程总大手一挥扔给前排司机一打的钞票 喘着粗气下令骑下车 不要说见惯奇趴场面的司机顿时被吓到 就连江青黎这只小狐狸精都想当场射死算了 然而他转念一想这可是挖仇人墙脚的大好机会 于是他尴尬的示意司机下车抽根烟再回来 待人下车后 看着男人渐渐的眼神变得迷茫而又沉醉 脸颊还透着可爱的红韵 江青黎心里瞬间有种说不出的痛快 这种拉高冷之花跌入怀里的快感 谁懂谁懂 见男人雾气蒙蒙的眼神像是在哀求着什么 他明明心知肚明却偏偏不让气这么快如愿 谁让他之前主动诱惑了那么多次都被剧了 男人他要 面子他也要 只见他纤细的手指轻柔的打圈抚弄着男人滚动的喉结 紧接着一路顺着滚烫的肌肉向下 刻意放慢速度的解开衬衫扭扣 然后 然后就是突然扑通一下倒在车座上 就没有什么然后 急死男人 程总实在是忍受不下去了 突然一个炽热霸道的吻压在他柔软的唇上 极尽挑逗和缠绵的在他的口中搅动着 一直持续到窒息的前一秒才恋恋不舍的挪开 男人充满欲望的呼吸声 深深浅浅的搅动着车内暧昧的空气 才刚缓了两口气 程总就立马控制不住的低下头 咬上了他的细节 去他的恪守礼教 去他的道德保驾 男人此刻只想放开自我 追逐着真实内心欲望的本能 就在此时 江青黎的手机铃声忽然打破了车内暧昧的气息 他捞起手机一看 来电的正好是男友唐一样 一听到大外甥的名字 程总瞬间不自觉的身体一僵 脑子瞬间清醒 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不可收拾的地步 现在只能让江青黎尽快和外甥分手 可这个结果并不是江青黎想要的 他要程总先和仇人夏真桥分手 话音刚落 程总立马无奈的抽身穿上衣服 没有隐瞒也并不解释 只说让其开个假 然而小狐狸精竟然熟练的秒切成可怜的小白脸 人家可没有谈判的经验 还是让唐一扬过来帮我谈个好价钱 用最委屈的口吻说出最强势的威胁 程总果真急了 猛的一把江人揽过 霸道的吐出两个字 不许 江青黎却得意的笑容 更肆无忌惮的来个反客为主 突然将脸凑近 逼得男人不得不向后仰 学长你说不许什么 是不许我这样吗 说吧 他的手竟然顺着男人紧绷的大腿肌肉向上游走 看着他沉醉而诱人的表情 男人复杂的神色在眼瞳中一时而逝 极力想抗拒却又抗拒不住 最终只能败给了一个绵长的吻 而另一边 唐一扬正因女友不接电话而急得直跺脚 恰好望见一位司机正处在角落 于是恋爱脑一热 立马掏出两千块大钞 让其在自己一程 靠今晚什么情况 怪事一件接一件了 司机刚刚才平复的老心脏顿时被钞票砸得狂跳 随即甩了个你懂的眼神解释说 车上还有客人在蹦迪呢 这你要问客人完事了没 好我问就我问 说完唐一扬就朝司机指的那辆低势车冲去 但是当车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他顿时震惊的瞳孔一震 自家傻外甥的女友 一朵清纯的小白莲竟如二十级台风过境般大胆 肆意挑动着他常年紧绷的神经 疯狂冲击着他循规蹈矩的理智 程总不得不承认他第一次在女人面前失控了 不仅仅是因为药物 然而在唐一扬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他顿时惊呆了 这这这这 是天塌了还是世界风了 居然会是舅舅 那个洁身字号已经定婚的舅舅 而且那女人还被舅舅很是宝贝的揽在胸口 就像生怕被人看了去似的 滚 好的 听到程总的低吼声 愣愣的唐一扬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碰的一下关紧了车门 此时舅舅的好友萧绍也跟了出来 例如既往高冷的脸上双眼格外泛光 鲜红的口红印从黑色衬衫的领口探出 明显出卖了他刚刚在干的坏事 而司机则屁颠颠的迎上前 先生你终于完事了呀 程总立马正了正神色让齐先把人送回去 带司机走后 唐一扬吞吞吐吐的正准备询问女人的身份 然而抬头一触及舅舅那别多问的眼神 刚滚到喉咙的问话立即换成了 我懂我懂 小舅放心我绝对不会和乔姐说的 说完他还十分热心的交代萧绍千万不要多嘴 谁想程总竟然冷冷的丢下一句 随便 这副无所谓的态度直接让萧绍双眸一尘 在心里安安为女神叫区 于是控制不住的警告期不要再有下一次 千万千万不能伤害到下针桥 程总却懒得回复而是禁止转身离开 望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萧绍眼神不悦的咪了咪 不对劲非常不对劲 程宇不是会冲动的人 那问题就在车里的那个女人身上 而另一边将清理洗了十遍的澡后 喜欢看到自己身上的印记 更讨厌刚和唐一扬发短信说分手的自己 忽然唐一扬的道歉电话就杀了过来 听到男人噼里啪啦的道歉声 小黎对不起对不起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该这么晚了还叫你出来 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 江清理心底瞬间涌起了深深的愧疚感 但很快就被他强压了下去 唐一扬我们不合适 不论是身份还是家庭背景我们都悬殊太大了 我不在乎真的 小黎我喜欢我真的喜欢你 求求你 不等唐一扬把话说完 他把心意横静止挂断了电话并调成了静音 说到底他还是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现如今他竟然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女人 虚伪作作 阴险狡猾的渣女 个姐姐还活着看到他这个样子应该会很失望吧 毕竟姐姐是那么的真诚阳光善良 可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死得那么惨 下真桥 逍遥法外的罪魁祸首 还有那些帮凶们 他一定要拉这些人下地狱 那一丝的愧疚感瞬间淹没在愤怒的复仇之火中 第二天一大早 手机就一直嗡嗡地响得不停 他努力睁开朦胧的睡眼一看 99家的来电和短信都是来自唐一扬的 唯独最后一条短信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是市交警队的 你的朋友唐一扬出了车祸 昏迷前一直喊着你的名字 请紧快来一趟医院 他大脑瞬间惊醒 心底泛起了一丝恐惧的良意 医院里突然一只大手朝他伸了过来 他顿时惊恐地瑟瑟发抖 当被人死死地压倒在密闭的房间中 他竟然满心欢喜地反扑进对方的怀里 不是因为这个男人长得帅 也不为其手中滔天的权势 只因为对方是他仇人的未婚夫 他为替冤死的姐姐报仇 可是顶着外甥女友的身份纠缠起男友的舅舅 谁想这男人居然狗到吃完肉后 还不肯和未婚妻分手 这怎么能行呢 要知道今早他之所以带着愧疚的关心 一路赶来医院 是因为听说昨晚刚分手的唐一扬出了车祸 然而伤员还没见到 他就被程总扑倒在密闭的杂务间 程总烦躁地抬起他的下额质问道 你到底跟唐一扬说了什么 就只是说分手还能说什么 他可不是真的傻白天 早就想好了只要程总一天不离开下针桥 他都会乖乖地扮演好一个无脑又听话的狐狸精 程总闻言立马想到唐一扬是因为甩了才会出的车祸 顿时神色变得复杂 然而他竟趁机委屈地窝进男人的怀里 半真半假地倾诉道 对于唐一扬我伤害了他 为此我会愧疚一辈子 可我还是不想放弃你 你放心我会很乖很听话的 说话的同时他缓缓地抬起朦胧的双眼 刻意露出丝巾掩盖下的痕迹 那是用刮沙后的红色沙遮盖昨晚暧昧的吻痕 一眼就注意到的程总顿时有些动容 他见状立即继续开展起狐狸精修炼36级 纤细的手指在男人的下额来回的玛萨 扎手的触感让他瞬间有种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喜 书上可说了如果男人昨晚是第一次那个的话 第二天胡子就会特别的扎手 话音刚落 见程总顿时身体微微一僵 脸颊还不自觉地浮现被戳破的羞难 然而他却更乐地亲了一口男人的胡渣 突然一个强硬又霸道地 稳精准地按在他柔软的唇瓣上 男人粗重的呼吸声深深浅浅地搅动着暧昧的空气 闭吻结束 程总还不忘低声告诫他少看乱七八糟的书 可被警告的他眼角竟然样出几分调皮的笑容 学长嘴上说不出我这一套 结果吃我却吃得挺狠的 平日义正言辞的程大总裁顿时背对的无言以对 他也不再多做纠缠 潇洒地挥手白白 他还准备去亲眼看一眼唐一扬才能真的放心 望着他离开的背影 程总有种越来越摸不清女人的套路 一只小狐狸精似乎很懂事却偏偏不要钱 此时赶到医院的萧少恰恰好撞见了这一幕 一想到程宇对真乔一而在的背叛 一股怒火瞬间爆发 二话不说上前就一拳重重的抡在好友的脸上 刚才那女人就是昨晚的那个女的吧 原来你就是这样对真乔的吗 好友的目光让程总感到有点窒息 于是连忙历生解释自己昨晚是被人下药了 他竟然顶着外甥女友的身份主动诱惑男友的舅舅 结果还真让他得手了 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他不过是想替此去的姐姐向舅舅的未婚妻报仇 而他唯一觉得愧疚的是男友唐一样 一个前女友众多的花花公子 谁想会因为他的一句分手而出了车祸 看着病床上仍陷入昏睡的唐一阳 他压抑在心底的愧疚感瞬间如颈喷似的汹涌而出 现在他就是个满腹算计的坏女人 不值得也不配 就在此时 昏睡的唐一阳恰恰好睁开了眼 一眼就瞧见满脸担忧的江青梨 他蹭的一下弹坐起身 还激动地拉住江青梨的手极力解释道 小梨我是真的喜欢你的人 那些什么家事身份都不是问题 我们不分手好不好 而江青梨立马抽回被抓住的手 游游郁郁了好一会儿 他终究还是决定用最残忍的方式 彻底断了对方的念想 于是他解下这盖用的丝巾露出斑斑点点的吻恨 对不起唐一阳 我已经有其他男人了 其实我根本没有喜欢过你 从一开始我就是别有用心地接近你的 唐一阳你清醒点 你要好好爱护自己 说吧 他则故作潇洒无情地转身离开 徒留唐一阳如遭雷击般难以置信地呆愣着 随即他想到这或许只是为了分手编的借口 于是疯狂地朝离开的背影大喊 小李我不信 你回来我们说清楚好不好 他越喊人却走得越快 他干脆撑着虚弱的身体下床去追 然而无情离开的人实则早已是泪流满面 一千句一万句的对不起也抵消不了他造成的伤害 只希望唐一阳能尽快忘了他 开始全新的生活 而他不知道的是还有一人正因他而受伤 原来心思细腻的萧绍察觉到程总竟然有了别的女人 揍他对未婚妻真桥的伤害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 随后就冷漠地离开 这副无所谓的态度成功刺激到萧绍爱而不得的心意 于是他一通越洋电话直接打给远在国外的夏真桥告状 阿语我 我真的不能没有阿语 你能帮我劝劝阿语吗 现在我的身边只有你一人了 柔弱可怜的哀求换来萧绍肯丁的回复后 夏真桥就静止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飞速拨打了另一个手机号码 恶狠狠地吩咐对方查查成语身边的女人 敢和她下针桥抢成夫人的位子 看来这女人是活得不耐烦啊 忽然一身暧昧痕迹的黄毛从身后熟练地抱住了她 宝贝不开心吗 我会立马让你高兴到起飞的 我相信你 我们继续吧 未婚妻在国外风流快活 而国内的未婚夫则顶着于清的脸正往公私赶 考虑到下午有个视频会议 陈助理将车开到不远处的药店 正准备买些冰袋让程总冰敷消消肿 然而程总却无意中瞥见药店门口有个熟悉的声音 于是他想也不想地当即下车走上前 却听到江青黎正语气熟忍的和人通话 我想买些事后药可品种太多了 我不知道买哪种比较合适 程总顿时一愣 没想到小狐狸竟会主动购买避孕药 怪异的董事让他忍不住又走进了井 虽然听不清说了些什么 但可以清楚地分辨出那是男人的声音 紧接着江青黎乖巧地回复了句 知道了知道了 你就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么私密的事情都能坦然地和对方讨论 很明显江青黎和那男人的关系不是一般清静 这意外地发现让程总瞬间心头一触 想问可喉咙却紧地问不出口 只能悄无声息地溜回车旁 烦躁地抽起借了许久的烟 没一会儿 江青黎提着药带走出了药店 一眼就望见男人 于是他立马欢快地蹦上前 笑盈盈地询问 学长你是特地来接我的吗 见男人没有反应 他干脆大胆地贴上前 用低到只有两人才能听到的音量蛊惑道 学长尝过我的美味 这是食髓之味了吗 然而程总见他一副标准狐狸精的狐媚样 和刚打电话时的轻松自然大相径庭 男人立马烦躁地将人粗鲁地塞进车里 江青黎虽然不知道这男人今天抽的什么风 不过他复仇计划未成自当更加卖力挑逗 学长你这是心疼我穿高跟鞋挤公车太累了吗 说话的同时他忽然猛地俯身贴上钱 还主动拆开重新系上的围巾 就想邀请某人来拆甜美的礼物 忽然巴基一只大手推开他的脸 请自重否则就把你丢下车 知道了知道了 我自己有多重不用你提醒 江青黎只能纷纷地坐回去 暗骂着男人怎么还这么狗 不过他最奇怪的是 听说程总妃逼着唐一阳出院后去蹲15天的橘子 他当好奇地问出口就见对方立马甩过一张冷脸 阴阳怪掉的质问 你是心疼了吗 程天不适合这个通电话就是心疼那个的 你倒是挺不爱的 悠悠男人这是吃醋了呀 好现象 江青黎连忙抱紧男人的胳膊 一顿撒娇卖萌的火 谁都没有学长好学长帅 以后我就是学长一个人的 男人嘴上很是嫌弃地警告起少花言巧语 可刚才醋意十足的俊脸却肉眼可见地露出很是享用的舒坦 此时江青黎突然试探性地询问 学长是不是无论谁犯了错 你都是这样的铁面无私呢 同一时间他静静地等待着男人的回复 见男人若有所思的沉默却迟迟没有回答 看来这铁面无私还是有例外的 他忽然没心情知道早就猜到的事实 于是他立马故作出轻松无所谓的样子 表示自己其实就是随口问问吧 他竟然主动跑去挑逗仇人的未婚服 既然正面逼近不能让狗男人和未婚妻分手 那么他不介意来一两招狐狸精修炼宝典 比如说当面拯救帅气的小哥哥 又或者当场加个追求者的联系方式 惊不惊险 刺不刺激 未替冤死的姐姐报仇 他已经深深地陷进这场恶心的计谋里 别想今天在公司楼下 他竟然望见麒麟物流的人和公司保安正起了冲突 而其中一名被踢的保安身影似乎很是眼熟 随着保安帽子的掉落 他竟惊讶地发现那人居然是发小精元 他顿时一愣 随即猜到对方是未帮自己才混进城镇的 于是他立马焦急地喊助理停车自己要下去看看 见他心急地正准备下车 程总连忙一把将他拉住 你认识他吗 对上男人蓄满怒气双眸的同时 他高材生的脑子已经高速运转了八千转 紧接着义正言辞地大声咆哮道 我当然认识自家公司的保安制服了 自家保安居然在公司门口被欺负 传出去的话 丢的可是学长你这个大总裁的脸 你等着看吧 让我这个弱智女流替你出面摆平 话音刚落 程总的脸瞬间更黑到锅底 这女人还真不会掩饰一下 摆明了是想假公济司趁机讨好那个小白脸 作为男人如果真让一个女人帮忙出面的话 那才是真真丢脸丢大发了 因此程总无奈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在他卖乖讨巧的一声声学长好帅中 男人渐渐迷失了自己 反而正气凛然地下车处理 一下车助理立马立声朝人群喊了声助手 寻声望去一眼就认出助理身后站着的正是程正大总裁程总 其中带头闹事的张北林立马屁颠颠地凑上钱 姐夫我这是帮你清理门户呢 一顿溜须拍马换来的竟然是程总毫不客气的斥责 别叫姐夫 我和你表姐还没结婚呢 再说了是谁给你的胆子赶在城正的门口打我的保安 这小崽子不懂事居然敢查我的包装物 还把我的车给划了 你看看 恶人先告状完指了指车厢后门 门上确实有一道明显的划痕 而被打的金元立马不服气地反驳道 我只是照例上去盘查车辆 他们就动手推我 我的腰配才划到车的 嚣张惯了的张北林哪里听得下去 不顾程总的呵斥冲上去正准备再教育下这臭小子 就在此时 眼见情况不妙的江青黎飞速冲上前挡在金元的前面 笑眯眯地劝对方别动手 而这娇俏可人的笑容直接让张北林瞬间眼前一亮 当即老毛病就发作了 油腻的俯身上上下下打量着眼前陌生的小美女 甚至还摆出自认为帅气的姿势自我介绍 我叫张北林是麒麟物流的老板 然而江青黎一听这名字 一股难以抑制地怒火瞬间直窜脑门 张北林不正是夏真桥那个杀千刀的表弟吗 不行 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要先冷静下来 谁想程总突然一个剑步冲上前挡在他的面前 成功地隔开张北林色迷迷地打量 大总才冷眼一瞪 色鬼立马怂怂的黑黑一笑 看在小美人的面子上 姐夫这件事就算了 不过小美人看在我的诚意上 能不能赏脸加个联系方式 程总正准备帮忙拒绝之际 江青黎却抢先一步笑容灿烂的点头同意 怎想竟饮得程总脸色顿时一尘 暗暗吐槽这小狐狸不会是来者不拒吧 带张北林带人离开后 听到程总就公事公办地让金元找主管申请下工伤赔付 江青黎连忙自告奋勇 要带人先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 逆脸的担忧 想让人不怀疑两人的关系都很难 大总裁横眉冷对不想同意 而小秘书眼巴巴地恳求 被夹在中间的助理苦命啊 没办法 违京之计只能有可怜的助理送金元去医院了 离开前对上金元那双担忧的眼神 江青黎暗暗地使了一个眼神后 用口型无声地回了三个字 别担心 随后才快步跟上臭脸男人的大长腿 然而一进入办公室 程总就突然趴得一下用力推上办公室的门 俯身凶巴巴地质问他和保安的真实关系 悠悠今天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呀 狗男人居然吃起了他的肥醋 不错不错 很好的现象 作为吃醋的奖励 他先受的双手忽然攀上男人的脖梗 含笑地回复说青梅竹马 谁想他却被男人傲娇的一把推开 好吧 这是非要逼他出手是吧 下一秒他瞬间连起笑容 故作委屈地埋怨道 学长人家可是把第一次都给了你 可你怎么还是不相信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明明昨天你对我还是那么的热情似火 没等他说完低势里的荒唐事 程总立马羞愤地打断 闭嘴 你直接开个架吧 然而江青梅却没有直面回复 而是猛地贴上去 一字一顿地回复说 我要的报酬就是你 挑逗的同时 他不老实的手还捏了捏男人紧翘的臀部 撩得男人顿时小脸飞红 忽然一把拦过他的腰肢 呼吸粗重地将整个人打横抱到办公桌上 一把扫空桌面后 猛地俯身将人压在冷蔭的桌面 不开架我就直接白吃了 谁想江青梅竟然猛地推开男人 还肆意大胆地挑衅回去 那我可捡了个大便宜呢 这世上最贵的晚餐就是不要钱的 因为他要男人立马和未婚妻分手 这样他才能向其未婚妻索取冤死姐姐的血债 然而精明的程总竟然单方面宣布 钱会折算成奖金打到他的工资卡上 想用钱直接打发掉他 他将清理怎么可能会轻易妥协 于是他决定来朝以退为进 笑盈盈的加大刺激的力度 那我要多找几位帅气的小哥哥 到时候我就不会一直纠缠你一个人了 程总顿时脸色一黑 这话乍一听好像有点道理 可从这小狐狸精的嘴里说出来总觉得怪怪的 自己心里也怪怪的不舒服 随即他像林小鸡仔一样 窝火地将人滴溜出办公室 让其赶紧去准备准备晚上的宴会 就在此时程总忽然接到夏真桥的来电 习惯性地想挂断 然而侧目瞥了一眼身后的小狐狸精后就改变了主意 转而接起电话 还故作轻易地喊了一声阿桥 一听是仇人的电话 将经理满腔的怒火瞬间爆发 沉着一张厌恶的臭脸立马抬脚就走 徒留程总疑惑地注视着匆匆离开的背影 任由电话那头的夏真桥一个人自说自话 现在男人满脑子都是关于小狐狸精的黄色肺量 好似还能闻到空气中飘散着一股若有似无的心香 他愣愣地出神也不知未婚妻到底说了什么废话 直到听见助理的敲门声 他这才猛然惊醒 当即就烦躁地结束这通无聊的通话 助理将当初炉的调查结果都细细地汇报 原来那晚下药的女人戴威是敖天集团的公关 而敖天的老板雪敖这些年可是业界大力吹捧的投资天才 程总一听立马狠狠地将资料摔到桌上 浑身散发出一种上位者的霸气 什么投资天才 手段居然下作到这种程度 今晚的宴会我跟他好好算算这笔账 男人嘴上嫌弃着他丢脸 身体却很诚实地将衣服贴心地盖在他的身上 弄得从没谈过恋爱的他瞬间蒙圈 他这是掉成了还是掉成了 原来江青梨未能成功掉到程总这狗男人 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绝对会在晚宴上惊艳亮相 这可让傲娇霸总小小地期待起小狐狸精的美艳造型 就连平日最擅长的交际应酬都频频地走神出错 他还是会有劳有劳 还是苦命的助理实在看不过走上前 强行打断自家老板一晚上的有劳有劳 此时程总终于忍不下去 装作不在意地问起江青梨现在人在哪里 当被告知人刚借了套完礼服 正在赶来的路上 男人嫌弃地吐槽了具装模作样 可眼神却满含期待地注视着宴会大厅的入口 等了许久还没看到人 他则不耐烦地吩咐助理去通知江青梨 十分钟之内如果到不了 以后都不要来了 与此同时 因突如其来的大雨本就拥挤的道路更是堵得水泄不通 其中被堵的一辆出租车内 江青梨正不停催促司机麻烦再开快一点 而司机被催得心烦气躁 路是不远可按照现在这架势过去至少要半小时 原本江青梨吃了事后要身体就很不舒服 加上碰到糟心的下雨和堵车 心情迭提是有多烦躁啊 这时候他的手机忽然收到金元发来报平安的短信 说只是一点小伤并无大碍 还特地给他加油打气 真是傻子 不折不扣的傻子 明知道他的报酬计划就是个火坑 还傻傻地陪自己一起跳 他刚刚阴霾的情绪瞬间被发小的支持和鼓励打散 甚至笑盈盈地让司机停车 剩下的一小段路自己走过去就可以了 下车后他才发现原来雨是远比车内看到的大很多 无奈他没带伞只能冒着大雨 一边网烟会赶去一边打电话和助理说明情况 一位拎着高跟鞋的女人在大雨中狼狈的小跑 却掩盖不住其精致的容颜 就像是一位落难的公主 看着看着 坐在车内的敖总竟不知不觉看出了神 同车的手下戴威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 窃窃地询问总裁在看什么 敖总这才回过神来玩味地勾唇一笑 没什么只是在看一个狼狈的公主 时间早已过了十分钟 程总没离开反而端着酒杯静静地站在角落 不知过了多久 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 男人立马紧觉得一抬眼 就看见江青梨拎着宽大的裙摆气喘吁吁地跑来 可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小狐狸精更加的惊艳 居高临下俯视着快喘不过气的女人 傲娇的大总裁竟然欠揍地嘲讽道 这就是你说的惊艳亮相 靠你的话我的面子早就糊到地上了 稍稍平缓了下 江青梨才没好气地回对过去 谁知道会忽然下这么大的雨 一路上都在堵车 我这还是光着脚赶来的 话音刚落 一件男士西装外套就被扔过来恰好落到她的头上 她被这贴心的举动惊讶得顿时一整 这是在担心自己淋雨会感冒吗 她一眼就看见程总很不自然地松了松领带 眼神躲闪地让她赶紧把自己收拾干净省得丢脸 她随即很是不爽地怒瞪了对方一眼 暗骂这男人的嘴才最应该送到洗手间清理清理 竟然主动接近仇人的未婚夫 不惜冒着大雨都要跑到晚宴给自己博个好印象 谁想她一身狼狈赶刀的时候 程总嘴上傲娇地讥讽她丢人 身体却很贴心地将外套盖在她的头上 这个男人虽然大多数时候很狗 但有时候又该死的体贴 作为小狐狸经她自然是立马懂事地贴上去 还扬起一个明媚的笑容 然后飞速在男人的脸颊上揪咪了一口 趁对方还没开始板起脸说叫之前 她就连忙转身跑去洗手间 徒流程总脸颊微红地抹扎着刚被亲过的地方 心中瞬间酿起了一丝丝甜蜜 身体本就不太舒服加上刚刚冒雨狂奔 江清理觉得自己整个人好像被掏空了一样虚弱 忽然听到洗手间里的一个陌生女人喊了她一声 不好意思小姐 你后面那个女生懂得都懂是什么意思 江清理连忙紧张地转身扯过裙板一看 果真有一大片的血迹染在浅蓝色的礼服上显得格外显眼 女人还热心地递过来一支乌字笔 让她赶紧涂上很快就干净了 还真别说这乌字笔小小一支效果还真不错 在女人的帮助下礼服被清理得完全看不出来 这个笑眯眯的女人温柔又热心 江清理立马想起过世的姐姐 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她问了下对方的名字叫戴薇 正准备将乌字笔还回去 可戴薇却热情地摇摇头让她留着用 说完就连忙白白手离开 然而江清理却捏着乌字笔沉思了片刻 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 程总有个对家公司 公关部经理就信戴 出于小心谨慎 她举起笔身对着灯光晃晃 立马就照出笔身内居然有个弯豆大小的玩意 这小东西应该是窃听装置 看来这商场臣服人心险恶 走哪哪是陷阱 不过这无视献殷勤上门的 不用白不用 于是她捏着乌字笔赶忙追了出去 谢谢你了 不过刚才我在网上下单了 江清理笑眯眯地将乌字笔塞回对方的手里 无辜又单纯的笑脸上 看不出一丁点的一样 戴薇一时间不知该做什么反应 只能尴尬地笑着问她的名字 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不问 到现在才问百明早就知道了她的名字 然而江清理却洋装天真的自我介绍道 我姓江是城镇的秘书 我跟我老板一起来的 对方当即提出加个联系方式 她将计就计也不拒绝 两个各怀鬼胎的女人互标演技的这一幕 恰恰好落在了一个男人的眼里 原来程总见江清理去洗手间半天斗不出来 就掐着时间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可没想尽意外撞见这小狐狸精 竟然认识给她下药的代位 竟然被自己的攻略目标反将了一军 要求和一堆的酒漏斗拼酒 可她也不是吃素的 她当即要求将男人一整晚的时间 作为完成任务的奖励 果真是男人一反常必定没编什么好屁 刚刚从洗手间出来 江清理就意外撞见躲在角落抽烟的程总 之前调查中明明说这男人已经戒烟很长时间了 怎么这阵子突然又开始抽了 奇怪奇奇怪怪 不过这些都不关她的事 她只要继续扮演好狐狸精的角色就好了 于是她连忙故作出惊喜状 学长你是特地在这等我的吗 程总一开始就怀疑这小狐狸精是有所图谋可没有证据 刚刚恰好撞见她和对家公司的公关好像很熟的样子 男人就断定她是对家派来的商业间谍 一想到这程总一股无名火瞬间涌起 还突然猛地凑近抬起小狐狸精的下落 质问她去洗手间这么长时间都做了什么 力道不知轻重直接将娇俏的小脸捏得快变形 疼得江清理瞬间眼泛泪花 她是真不知道这男人的怒火从何而来 不过她诱惑的目的却是时刻牢记于心 学长是想在这里吗 我倒是觉得没问题 就是怕你如此频繁不怕伤了身子吗 从没见过如此不知检点的女人 十句话里起码九点五句走肾 总之主打就是一个没羞没臊 程总忽然烦躁地将人一把拉进宴会大厅 两人的同时出现瞬间引起宾客们的纷纷议论 程总身边不是从不要女秘书的吗 应该是看这女的跟夏小姐不同款才勉强收的吧 毕竟夏小姐才是程总最爱的未婚妻 有可能很有可能 然而程总却无视众人探究的眼神 吩咐助理放话出去今晚谁能喝得过江清理 谁就有资格把计划书交到他的手里 江清理文言顿时瞳孔一阵 难以置信苟男人这是打算让他醉死不成 但是听到程总冷冷一笑 怎么将秘书做不到吗 我说过程正可不养闲人 这话挑衅意味十足一下子就激起江清理那该死的胜负欲 只见刚还坠坠不安的女人瞬间变得自信满满 还大胆地逼近男人 反过来讨要起完成任务的奖励 不过分 就只要大总才陪他一整晚 程总顿时休愤地正准备怒斥 可他已晚如美丽的蝴蝶翩翩翩飞走 应男人的要求 美丽的蝴蝶端着红酒游刃有余地游走在宾客中间 摇晃的红酒杯倒映出他精致的容颜 然而那些男人炽热的眼神 却让躲在一旁偷瞄的程总很是不爽 就像是独鼠资格的宝贝被人瞧了去 非常之不舒服 一杯接着一杯 助理看了都忍不住担心江清理这种喝法会不会出问题 谁想傲娇的大总裁居然阴阳怪调地回了一句 放心许瑶手下的女人各个酒量都好到逆天 这下助理更疑惑了 既然知道江清理是对家派来的人 干嘛还要继续留在身边 没过多久 程总烦闷地离开后 忽然一位雍容华贵的豪门太太主动找到了江清理 大总裁竟然在公众场合和亲姐姐大发雷霆 只一位姐姐刚打了对家公司派来的女卧底 疯了疯了 她自己都觉得自己是疯了 明明刚当她都已经决定了 打死都不会再理会江清理这只狐狸精的 任由其被不还好意的男人拼了命的灌酒 谁想她才刚离开没一会儿 一位雍容华贵的太太就找上了江清理 江小姐方便借一步说话吗 可江清理并不认识这位贵妇 不过此时她已经喝得有些微醺 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抽身离开 因此她笑盈盈地点头同意了 一走到角落的休息室里 她正准备礼貌性地询问对方的性命 忽然一记响亮的巴掌直接扇在她的脸上 紧接着就是劈头盖脸的怒骂 你可真够不要脸的 前脚把一阳坑到橘子里 后脚就扒着阿语不放 大嘴巴拉巴拉的 一身贵妇的打扮硬是被骂出市井泼妇的架势 从一堆乌颜慧语中江清理迅速猜到这是唐一阳的母亲 谁还在4202年炒这么古早的家 她倒不吝啬教教对方什么叫高端的差异 不要钱的泪水突然一下子哗啦啦的落个不停 漂亮的小姐姐 我错了 我配不上一阳那样优秀的好男人 她就应该找个像你这样漂亮又有气质的小女朋友 这可把唐母一下给整傻了 脸一瞬间红一瞬间黑的 不知自己是该继续生气 还是要因被二十几岁的丫头夸年轻漂亮而高兴 怒火硬生生的被卡在喉咙口 不上不下的更加的难受 恰好此时程总找江清理找了过来 唐母一看到来人立马以止气使的命令 气把他儿子弄出橘子 无奈程总只能耐着性子解释唐一阳酒后驾车就该给他点教训 然而唐母却是无理都要死命赖着脚三分 指着江清理怒吼着 该给教训的应该是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才是 我儿子就是这狐狸精带坏的 然而江清理作为走在时代最前沿的新型狐狸精 被骂反而卑躬屈膝地盗起了前 对不起您长得实在是太年轻漂亮了 我不知道你是唐一阳的母亲还以为你是 总之很抱歉 这这这 唐母愣是骂不下去了 可程总却是看不下去了 忽然挡在江清理的前面 大有今天有我在谁敢放肆的气势 见屋里的姐姐还想继续胡闹 男人瞬间脸色一沉阴策策地威胁道 如果你再敢胡闹下去 姐夫的新项目我一分钱都不投 果然唐母一下就被戳中了软肋 不得不乖乖地任由程总推扫着离开 不过临走之时还不忘凶巴巴地撂下狠话 别再纠缠我们家的唐一阳 说完则昂首阔步地离开 好不容易打发走难缠的姐姐 程总才侧目悄悄地打量 江清理脸上红肿的掌印 不明白这女人平日挺厉害的 这次怎么被打连躲都不会躲下 可江清理却笑眯眯地擦拭掉脸上的泪珠 躲有什么意思 挨了打学长才会心疼我 我才知道原来学长会这么关心我 说完他还凑上前轻易地揽过男人的手臂 这个那个 他现在狡辩说是怕丢脸还来得及吗 嘴硬的男人瞬间娇羞地脸红了一片 天时地利人和之际 一只不安分的手忽然揽过男人的腰 顺势整个人绵软地倒进筐后的怀里 学长谢谢你帮我解围 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由我的 感受到怀里骄难的人不老实地扭来扭去 一抹复杂的神色在男人的瞳孔中一闪而逝 程总觉得自己的心简直要被揉碎了 手证准备回报过去却突然在空中一顿 不对 这只小狐狸精是许敖派来接近自己的 这种当自己打死都不能再上第二次了 殊不知许敖现在最想接近的人已经转变成了江清理 男人明明动了心却强装冷淡地将喜欢的女人一把推开 谁想后脚女人就被对家总裁带走了 原来程总误以为江清理是对家许敖派来的商业女间谍 理智上要抗拒但激动的心却忍不住地渴望靠近 矛盾的男人干脆冷硬起心肠 强装冷淡地打发人先回去 江清理背着阴晴不定的狗男人气得顿时牙根痒痒 如果眼神能刀人程总现在怕是早就被割千刀 突然一阵酒精带来的恶心感陡然袭来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他飞速地冲进洗手间 内心的疑惑一时间化作食物意图为快 在酒精的刺激下腹部的疼痛感瞬间被无限地放大 算了 现在先回去再说 刚踏出女洗手间 他就听到一道陌生的男声冲他喊了生姜小姐 寻声望去 只见一位清冷的男人正好整以侠地打去道 原来程总的秘书也需要打酒司令啊 我还以为生性轻高的程总最不吃我的社交手段 可江清理根本不认识这位长相出众的男人 当听到对方热情的自我介绍说叫许欧 他立马反应过来 男人就是传闻中白手起家的投资天才 短短数年间已是程总目前最大的竞争对手 一个投资天才竟然主动找他小小的秘书 聪明的女人立马警觉到了不对劲 于是他抢先笑盈盈地开口表示 他这个实习秘书在程总面前没有话语权 算是暗示对方不要在自己身上白费力气 然而说着说着他的视线竟渐渐地模糊 紧接着一股强烈的晕眩感瞬间袭来 脚一软整个人居然不受控地扑进敖总的怀中 与此同时另一边 在宾客如云的会场 烦闷的程总一下就找到了微醺的姐姐 你最好让他离一阳远一点 还有真瞧下个月就回国了 你也该准备准备结婚的事 程总文言顿时瞳孔一阵 心底隐隐开始抗拒这种以恩邪报的婚姻 可心里慌乱的男人却一脸的平淡 你有时间就去劝劝你儿子 别把心思全都浪费在我底下员工身上 那还不是你员工主动勾引的 不过这女孩眼光倒是还行 居然说我是一阳的女朋友 豪门太太正无脑的自我陶醉之时 助理敲迷的出现在身后像是有话要说 可又未切的低下头 心里愁出了片刻还是不知该如何说出口 程总等的有些不耐烦了 干脆率先吩咐齐先送江青梨回家 这时助理才怯生生的抬头回复说 我刚才看到江秘书上了敖总的车 程总文言动作顿时一致 眉梢间凝聚着发率的怒火 似乎以此才能克制着快要爆发出的暴力之气